伦敦2010秋冬时装周已于当地时间2月24号华底谢幕 6天时间约有5000多位各国服装设计师名模时尚买家 赶来参加这一举时瞩目的时尚盛会 伦敦时装周期间在主秀场萨莫赛特宫 以及室内其他场地举办了68场时装秀 2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时装及装饰品设计师 举行了各类展览多媒体演示及真人模特展示品牌 时装产业和多媒体技术的融合越来越紧密 刚刚走过25个年头的伦敦时装周 今年首次使用流媒体技术进行网上直播 网民只需当录伦敦时装周官方网站 就可以同步观看在主秀场伦敦萨莫赛特宫的所有服装秀 在本届时装周开幕的头几天 英国天才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突然辞世 开幕式上所有出席者为麦昆举行了默哀仪式 今年时装周仍然吸引了众多老牌设计师 以及资深时尚评论家前来捧场 爱尔兰时装设计师保罗科斯特洛 已连续15年参加时装周 并再次担任开幕首秀 英国著名品牌巴宝蒂 以及培育出众多设计奇才的圣马丁学院 也同样带来了专场秀 很多设计师也都表示 中国元素提供了新鲜的创作灵感 不同于世界其他三大时装周的 汇集名品大牌 伦敦时装周一直都以前卫大胆的创意组成 它为众多青年设计师提供了 走到世界时装设计前线的开放平台 本届时装周上 19位时装界年轻设计师 也借助这一平台发布了新一季的东装作品 时装产业是英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英国时装产业的主要出口地 是美国 日本 中东 中国等国家和地区 其中伦敦时装周每年对伦敦经济 做出了约3000万英镑的经济贡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